大家好,我是360ARPA实验室安全专家 接下来我将向大家演示 近期发现的Mac蓝牙漏洞 该漏洞属于零点击远程无接触漏洞 可影响Mac所有系统版本 通过该漏洞 可以拿到笔记本最高入的权限 即获取用户敏感数据 结实蓝牙设备 甚至可以完全远程控制用户电脑 接下来我将演示 我的利用程序同时攻击六台Mac笔记本 首先泄露内存数据 已经成功泄露一些内存数据 成功获取某些对象地址 现在开始发起攻击 现在开始发起攻击 自己开始发起攻击三个月的级色 上远程序同时 发起攻击三个月的级色 其实是对象地址 现在开始发起攻击四个月的级色 今次发起攻击四个月的级色